台湾人爱吃面包也乐于尝试各式的烘焙点心 一年创造高达600亿元的烘焙商机 而布局烘焙事业是多年的台湾超市业者 为了满足民众便利的购买以及球星球面需求 说从日本引进独家授权二次发酵冷冻面团技术 跟邀请到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 谷口嘉点担任面包顾问 预计光是面包冠军的贡献至少就达到 新台币1亿元的营业额 位在铁道下方这间开在日本兵库县的小小面包店 门口临停车辆不间断 客人都来常买刚出炉的香喷喷面包 而面包之所以好吃 很多人都标榜手作现作现烤字样 那么冷冻面团呢 自其日本面包好吃的秘密 我们来到车程一小时的高贵工厂 一颗颗可送成型面团 乖巧的被运往冷冻室 准备快速冷冻起来送去其他面包工厂 而这一连串动作可不简单 加入奶油水以及特别配方 240公斤面团搅拌均匀20分钟 之后就是魔法时间 睡上满满24小时 第一次发酵后添加油脂 先折成6层 二次发酵后再折4次 成为24层 接着切成厚度0.7公分左右三角形 卷成可送形状 都考验着业者技术 而台湾连锁超市业者承袭日方独门冷冻面团技术 在台湾光是火腿起司可送 年销210万颗 营收突破8000万 现在他们还要精益求精 来到日本冰库县人气面包店 小小店面挤满人 太慢来可就买不到 因为这间店的主人是2021年世界面包冠军 骨口佳典 中爱丹麦类面包的骨口先生 表示他的冷冻面团不需添加物 而是使用小麦的膨胀力 加上独门技术 可以保存一个多礼拜 他们反而比较想要尝尝浴室的一个口味 骨口先生帮我们这个监制的这些冠军面包 最受欢迎的这个千层吐司 大概一年下来 预估也可以创造一亿的一个营业额 而台湾业者也表示 选择冷冻面团技术原因 不只是减缩机器设备投资 现在更要开始提供其他连锁零售业者冷冻面团 去年就销售4000万个月均市场之冠 目前除了统一集团 拥有一条龙烘焙产线布局 年营收超过60亿 全联则引进日本独家冷冻面团技术 加上世界面包冠军做顾问 加勒服也有烘焙品牌 目前台湾三间门市 找来日本烘焙职人推限定品项 强攻台湾一年高达600亿元的烘焙商机 业者分别使出浑身解数 找出自家差异化优势 记者贝宁张浩普 日本大阪采访报导 在积极上 我去年纱美好的 我去年纱美好的 这次来年纱美好的